年輕的時候這個帥氣的臉 這解析度變超級高 他連法師都幫你重建回來 我的天啊 大家好我是傑克森 前幾天我在翻找一些檔案 結果在舊硬碟裡面發現了一些一二十年前的照片 以前看到都會覺得不甘回首 不太敢把它打開來看 或者說看一下就趕快關起來 不過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突然覺得尺度越來越高 不是啦應該是說隨著年紀的增長 突然會覺得很怕自己忘記 小時候發生過的這些事情 然後這些畫面 那小時候都是那種 相館洗出來的照片居多 所以家裡都一定會有一本本的相冊 我相信大家也是 那有一些比較經典的照片 我想大家都會想要用數位化的方式去保存 因為這些照片感覺它可能會經不起時間的摧殘 顏色會越來越淡 如果再等個五年十年之後 可能幾乎都看不到東西了 那我想當時就算是大人 也不見得會懂得要好好保護好 保存好這個底片 但這些照片它終究不是母片 所以你掃描掃起來可能都還是糊糊的 那後來到了數位的時代啊 有一些比較初期的數位照片 我覺得這種更慘 因為有一些解析度打開來看 竟然只有640x480 可能我現在YouTube的封面照 解析度都還比較高 好那沒錯 又到了藉助這個AI人工智慧的時刻啦 那我在去年的時候曾經跟大家分享過一個 AI的影片素材加強的軟體 叫做Video Enhanced AI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這支影片 那Topaz這家軟體公司呢 它之前也一直都有一個針對照片修復的AI工具 應該說是三個AI工具啦 分別是專門處理降噪的Denoise 專門提高畫質的這個GigaPixel 還有這個專門銳化處理的Sharpen 那前幾天我上去找這個軟體的時候 發現這家公司現在推出了這個整合的軟體版本 叫做Photo AI 一次可以擁有三種工具 那價格上也可以更划算 只要花費199塊的美金 那肯定一開始沒有人會花得下這筆錢啦 雖然說數目也不大 那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試著下載這個Demo版的 下來試用一下 覺得OK了再買再把它啟用就好 那除了前面說到的降噪放大還有銳化功能之外呢 它還有這個AI人臉辨識的功能 也就是說它可以特別針對人臉去做重建修復 看了一些國外的一些測試啊 據說這是一個非常變態的功能 那我影片下方會提供網址 如果你想要直接開始的話也可以直接點擊 去下載這個試用 直接到網站上下載之後就可以安裝 那安裝的時間其實蠻久的 它會一直下載很多數據模型吧 這個要看你的頻寬快不快 那在執行的時候它是可以離線的 也就是說它這些數據模型都是存放在你的電腦裡面 好我們現在打開來這個PhotoAI 那我們現在先用FreeDemo的軟體 因為我也還沒買下去 那這邊你可以直接把檔案拖進來 也可以直接去瀏覽 這一張照片是我的大舅子 還有他的兒子 這蠻早以前的照片的啦 那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就是ISO這個造訓大爆炸 我現在想要用的是這個Remove Noise 就是降噪的這個功能 我來試著去做降噪的處理 左邊的話是before 右邊是after 那你檔案拉進來之後呢 它會開始進行這個分析 左下角可以看到分析的進度 右上角可以看到它分析之後得到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它會偵測它要去特別處理的主題 這邊抓到的是它的身體 然後它有偵測到兩張臉 再來就是它偵測到雜訊很多 所以它要來移除這個 消除這個高亮度的照訊 講話之間它已經給我們看了這個Preview 效果已經出來了 before after還蠻明顯的 那很多會用PS自己去做這種 降噪處理的朋友啊 也許它這樣的效果不會比你好 它可能磨皮磨起來有點太不自然 或者太光滑 但是你要想它花費的時間 可能就是剛剛這也有10秒 它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效果 那再看回來右邊這邊 它會自動判斷這張照片 可能需要什麼樣的處理 像它這張照片它就沒有開啟這個Sharpen 就是銳化的處理 那它只有開啟降噪 然後臉蛋的恢復 還有這個解析度加強 那下面這個Upscale呢 就是你可以去提升畫質 看你要提升幾倍 那右下角這邊 按了就可以去儲存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啟用 所以你要先啟用它才會讓你把檔案導出 第二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 那為什麼會挑這張照片呢 因為這個PhotoAI它有一個銳化的功能 那它銳化功能裡面 你打開喔 你會看到它有所謂的標準模式 然後它還有一個Lens Blur 跟Motion Blur 也就是說它可以幫你處理 你可能濕焦或者是快門太低 然後晃動所產生的模糊 那對這個Case來說 就是應該算是晃到的模糊 所以是Motion Blur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降噪 所以我可以把降噪關掉 你看它有一個綠點的意思就是說 它分析的結果 它會建議你這樣做 當然你可以先試的用它建議的 這個預設值來做 但是我現在這個很明顯不需要降噪 就把它關掉 已經銳化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個哈士奇的眼睛 放大一點 放大就要重新運算 銳化的力道加強 清晰度也加強 感覺效果好像更好 然後我特地又找了一張這個 本來就失焦的這個照片 這個是以前應該一二十歲的時候 跟幾個好兄弟在海邊 那我一樣不需要降噪 好 Sharp呢我這邊就選Lens Blur 有沒有 差很多耶 連這個帽子的紋路都回來了 你看我的臉笑這麼燦爛 但是其實這個照片 應該可以整張一起做類化 所以就 把這個Subject Only這邊 有沒有開罐把它關掉 這個關掉了 它就會針對整張照片去做類化 直接放滿版好了 有沒有變得超級清楚 連沙子都變得超銳利 原本明明就是一張濕焦的照片 然後竟然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好這一張呢我是要測試它的提高解析度 它的原本畫質只有800x600 超級低 然後它現在進來之後它有增測到五張人臉 你可以看它五張 有沒有看到 一二三四五 然後它並不建議做降噪跟銳化 我們就看它單純提升畫質可以到什麼程度 它現在是提升四倍到3200x2400 哇 超強 年輕的時候這個帥氣的臉龐 皮膚這麼緊緻 這解析度變超級高 它這個是有啟動這個臉部重建 如果不要臉部重建 拉掉 也還是很優啊 還是很優 你想想看左邊這個是原本的圖像耶 右邊這個是它幫你重新再修復的 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你看它連法師都幫你重建回來 我的天啊 接下來試一些老照片好了 這個是我的老爹 這張照片看起來有點像 上個世紀初會出現的人物 只是這個腳踏車有點粗細 那它也一樣有偵測到一張臉 然後 它已經抓出了主體耶 它這個 拿來去背應該超強的 變得超級銳利 不過它幫我爸順便美肌了一下 反而有點不太像它 可以適度的降低一些啦我覺得 看別的老照片 這個是我小時候 一樣有偵測到一張臉 然後用它預測值來修復的話 看一下效果如何 比較年輕一輩的 應該都不認識這個是什麼東西吧 這個叫做 時代的眼淚 如果不認識的可以去問你的爸媽 他們會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 修復完成 有沒有看到整個臉神變得銳利了 這原本其實是一張私膠的照片耶 然後重點是它還沒有啟動這個Sharpen 銳化的功能 它就可以把我私膠的照片弄成這個樣子 其實超猛耶 這個是我跟我姐姐 也是應該 六七歲的時候吧 偵測到兩張臉 然後偵測到要處理的物件 大致上都沒有問題 看一下提升畫質之後效果如何 怎麼感覺不太像我 可能原本的圖像不是很清楚吧 不過感覺有抓出那個神韻耶 只是怎麼跟我姐都變成藍眼珠 有沒有針對東方人的版本 真的其實神韻都有出來耶 效果其實還不錯 只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有時候臉部重建最好不要開到滿 甚至不需要打開 這一張的效果應該就可以更好 因為這張人臉比較大 它應該AI重建會比較順利 一樣抓到兩張臉 那瑞化的主題 它這區背真的太厲害了吧 有沒有這個結果就超完美的 幾乎是完美重現耶 它效果是真的很好 有沒有整個眼珠子 都幫我還原回來了 你看看 接下來試一下我的老媽 還很青春的時候 看一下它可以修復到什麼程度 其實你的照片最好都有一個基本的清晰度 它重建的時候的成功率會比較高 哇賽 整個臉都回來了 超級清楚 連鏡框眼珠嘴唇的質感 還有它的J型瀏海 這個是我跟我姐 還有媽媽 還有我的阿公阿嬤 這種照片對我來說很珍貴 因為我阿公阿嬤其實都不在了 所以有時候 其實你會 慢慢的忘記他們的長相 所以有時候就會 回去看一下舊的照片 去喚醒一下兒時的一些記憶 那現在看這個工具 能不能讓我的記憶更明顯 它已經抓出了 是我的臉 六張臉 哪六張 喔 一張在這裡啦 這個應該是可以把它取消掉 哇 我可能還好 我媽怎麼變這個樣子 我的天啊 剛剛那個仙女跑去哪裡了 只是我阿嬤怎麼變得有點 Fiona的感覺 因為我阿公的感覺是 修復的效果真的是還蠻貼近真實的 嗯 一樣有做一些美肌的處理 哇靠 哇肌 花心什麼事情 我姐的點為什麼會變這樣 就是因為原本真的是已經太糊了 幾乎只有看到眼部的陰影而已 它還是有一個極限在 那這張照片本身的畫質就已經很好了 不能做很好啦 就是相對 嗯 細節都還算清楚 所以AI在修復的時候它就可以做到更精準 然後它有做基本的降噪 然後臉部重建 重建完成了 有沒有 連牙齒都重建回來 變得超級清楚 我阿媽跟我阿公 然後 堪稱完美 所以來源素材還是要稍微講究一下啦 這張其實也蠻糊的 一樣有抓到兩個人臉 然後做臉部的修復 然後解析度的加強 哇塞 這個太猛了 真的太猛了 真的是超猛的 原本這樣子 修復之後變這樣子 特別還幫我阿公做了一些美肌 你看從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 你不覺得還蠻變態的嗎 老實說沒有看到這些照片 真的也忘記 這些老人家以前長什麼樣子 看了真的是蠻多感觸的 這個軟體真的是能夠幫你 把你的記憶 更加清晰的找回來 我阿公已經走了七八年了 我阿嬤已經走了十幾年了 其實過了這麼多年 你可以 從照片裡面看到那麼清楚的臉龐 其實是一件還蠻感動的事情 有沒有覺得這個AI的進步 好像有點恐怖 不過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我覺得它也是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該去好好利用的一個工具 那以這個軟體 Photo AI來說 除了修復自己這些珍貴的照片 我覺得它還可以被應用在很多元的地方 比如說一些歷史影像資料的重現 或許它也是一種修復的選項之一 那還能在什麼地方發揮作用呢 也許是一些你手上拍攝的專案 也許是你沒有對到焦 或者是不小心搞砸了 拍錯格式 拍到低畫質 或者是快門太慢 不小心有點晃到 那在這些危急的時刻 Photo AI可能 都有辦法救你一命 或者說幫你一把 那如果說你是靠這個 影像在工作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到未來 有可能它會是一個必備的工具 那如果你是要掃描舊照片的話 把舊照片給數位化 那我還是會建議你在掃描的時候 盡可能的去提高這個解析度 盡量不要用手機翻拍 因為控光你可能沒辦法控到很好 很容易產生反光 過曝的這個情形 那不管是舊照片 你想要數位化 或者是你有那種很早期的數位照片 解析度太低 都可以靠這個Photo AI來提升畫質 它跟Video AI一樣是買斷式的 不是訂閱式的 所以其實你這個錢花下去了 你也不用擔心 它會把你的荷包給抽乾 如果它真的有幫助到你的話 我覺得這個購買下去 其實也是非常OK的 那如果你對這個軟體 有任何的問題或者是意見 想法 那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希望今天這個軟體 能夠幫助到在座的各位 我是傑克森 專位創作者找好方法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